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天用来呼吁各国重视地球生态还有气候变迁 人类必须减轻因为地震、风灾、海啸、森林大火、沙漠化及其他自然灾害 所带来的生命损失及财产破坏 每一年都有年度主题和重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显示 今年将聚焦在制定和实施预警系统 内容说到在过去的十年内 科学家们针对海啸、地震、洪水、土石流等灾害 开发了警报预警系统 目标提到将在2027年前 让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能使用预警系统 因为灾害可能是无法预测的 但是灾害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是可以提前因应的 因此防备和预防灾害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而不久前的918强震还没有满一个月 在10月11号凌晨3点24分 东部地区再度发生了规模5.9的地震 最大震度落在了花莲北部的和平 还有宜兰市都来到了4级的震度 在台北市、新北市也达到了3级的震度 可以说是全台优感 根据联合新闻网报导 这次的地震是因为板块引没所造成的 中央气象局地震测报中心主任陈国昌说明 预估不会有余震 但仍旧不排除可能性 如果有余震 规模约是4.5以上 另外陈国昌表示台湾年平均规模超过5的地震 平均是24、25个 但是目前为止今年就已经有55个了 地震活跃度是往年平均的两三倍 也就是说今年的地震活动可能还会持续相当活跃 而在持上6.8地震过后 许多民宅毁损严重 尤其偏远山区 许多年长者平时一个人独自在家 或是两老相依 修建工作刻不容缓 慈济志工们在国庆假期 开着小货车 载着修缮工具和材料 开往山路和小巷 浊西乡有户民宅 屋主独居 因为地震造成水塔损坏 只能够暂时住在别人家里 志工一叫到货 连夜安装水塔 屋主总算是可以回到家了 玉璃镇的另一户民宅 铁皮屋顶因为水塔掉落而受损 志工重新焊接 修复 让一家四口人可以回复正常的生活 不只是民宅修缮 志工也协助 浊西乡浊乐基督长老教会的复原工作 正后 教堂二楼的天花板倒塌 一楼部分墙面 以及广场围墙 出现了长条裂痕 连水塔也倒落 于是 志工赶紧将天花板钢架 重新换新 水塔架整修 重新整理管线 换上了新的水塔 牧师感动地分享 我很佩服志工们 退休了人为社会 为众人服务的心 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 我跟他们说 你们真棒 上帝祝福你们 天父将会四福给你们 慈祭的元建团队中 大多都是上了年纪的长者 都参与过921的重建工程 23年前 他们还是中年 一晃眼 已经迈入七八十岁了 这群银法志工 有看到需要 不在乎年纪和体力 因为做就对了 面对着无常灾难 要将伤害减到最低 并且在平时 就要做好防备 临时抱佛教 反而会得不偿失 在台湾 最常出现的灾难 就是地震和台风了 您平常有为了防灾 做了哪些准备呢 欢迎到多用新点书粉专 留言分享 新闻光笔 提供您观点思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